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一起探讨 我用这个题目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从1949年以后 共产党夺取政策 新中国成立 到现在差不多60年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说马克思主义 被阻碍我们国家的 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改革以后 我们也是 八十年代 特别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风潮 要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这个毛泽东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正宗的 是实施协派 当然他没有公开说 毛泽东是协派 但是说毛泽东 那个首达四十八 主管一方 主管先成的 那个人是其中 是协派 那么这样 中间就有一个 很核心的人物 需要提出来 这就是具名的 那个陈北拉先生 那么陈北拉先生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这个本身是 第一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有代表性的 这种理解 那么第二个就是 还有一个叫做由于陈北拉 一个很偶然的 很偶然的制度主张的说法 这个说法当时本来不是很重要 而且也被毛泽东判定为 是犯了夺记错误 或者是有余病的 这么个句子 但是这个句子也就是后来 在八十年代以后 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基本上是一句 第一万句 而这句话就是 就说社会主义是 先进社会资格和 如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句子背后 润润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润润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一个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那么那么这样呢 就说 那就变成了一个 笼罩性的 覆盖前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一个根本性的理解 就说我们这个政团 应该怎么走 是我们怎么 来判断我们面临的 那种优先性的 具有压倒 一切的重要性的任务 那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应该干什么 那么它这个 不直接跟马克思相关 但实际上这句话 最后被作为一个核心 来理解 来再现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就是发展生产力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就先给念一大 把那个陈伯拉在五十年代 就说那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这个理解非常有意思 很像 就是非常非常像 那个那个黑格尔强调 黑格尔把整个世界历史 理解为一种绝对精神的认动 那么这个绝对精神 在大部分都可以代表 在黑格尔时代 当然是普罗斯王传 是这个绝对精神的代表 那个陈伯拉这个理解 是怎么样的 最后把马克思主义 发展成一种好像是冲刺宇宙间的那种绝对精神 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 它是怎么说的 我再去换念一下 我来念一件几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阶级领导 想奋起肚身 及其最近伟大胜利的事实 正是极鲜明的正是 马克思列列主义 在东方的大规模的突出的胜利 正是马克思 恩格斯列列列或斯拉林的学说 对全世界来是 毫无例外的 普遍的万能的科学 正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统治 把这个科学 引到中国的条件来 并发展了它 其所得到的成功 乃是非常光辉的 它这里面提供了两个理解 中国革命这么一件 翻天地图的大事 它正是了一种绝对精神 这种绝对精神 按照这么大的理解 就是马克思列列列主义 那么毛泽东思想 所有的伟大之趣 完全在于 它符合这个绝对精神 那么这是第一种 这个我相信很多大学生 都学过很多这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 不像陈伯达这么讲的 但是还是讲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还有70%之后 这个陈伯达的黑边 陈伯达式的黑边 强调在里头 这是第一个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说 特别是在 公有制建成以后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社会关系 就是说 也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压劳性的 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和共产党和民众的关系 政策和普通公共农民的关系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 那么毛泽东就理解为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核心 关键和改进的方向 唯一的就是要 来进行突破 那么这个 这个就说 最后就导致了 对 马克思的一种不同的理解 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 那么后来到七五年 在方平小 有一个 认对资产阶级的前面专政 这个话呢 就最后 他就讲了 四个一切 就是说 一切生产关系 一切社会关系 一切经济关 就是说 这些都要进行不断的革命以后 我们的新来社会主义 才能建成 那么毛泽东还有一个很具名的观念 他这个 他这个基础革命的背后是 不断的这种 这么分步骤的 直辩的观念 就是说 这个社会关系的每一步改进 我们的社会制度 就有更大的进步 然后慢慢的就 从社会主义 走到 走到那个 共产主义了 那么对于这个 不断革来说 那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随时这个 变革过程的走力 随时这个 变革过程的动力 那么这毛泽东也提供了 一个理解 那么 根据今天 就最近 最近几十年代的理解 就是说 毛泽东做出这种 把谈判的时间点 有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1959年 第二个是1961年 那么1959年的时候 他就说 他在评论的 这个黑洛晓夫 访美的 是要听 艾森和哈瓦尔松 谈判的时候 他就认为 这个黑洛晓夫 已经撤皮变销了 是一个 撤头撤尾的 修正主义分子 那么跟很多的那种批判和判断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把特洛晓夫这种行为作为一种背叛行为 作为一种个人品德的白块 作为一种意识的不接力 作为一种认识的宠物和选择的偏移 就是说总而言之 就是说不看这个变化 社会基础和背景 那么毛泽东把这个反过来 他给出一个社会学解释 他怎么说 收敛的修正主义的基础 基础是什么东西 是高新阶层 收敛出现了一个高新阶层 那么这个高新阶层的利益 跟多数人利益不一致 那么他最后再继续做出两个判断 他说凡是有高新阶层的 这高新阶层必定会 对对屈服资产阶级的压力 对外屈服地国主义的压力 那么这个判断 后来在文革中间就写到小课文里面 我们完全不理解的时候 已经得了这句话 把这叫对外投降 对内镇压 就是这个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毛泽东从黑了小脱身上 就是说在中共党内 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 这种对外投降 对内镇压的迹象的时候 这就看了收敛党内 出现了这种状况 对外投降 对内镇压 那么他就这样想起来 他既然他不是说 黑了小夫个人品德不行 个人的原因不行 那么他找到一个社会原因 那就有很大问题 既然收敛出现了高新阶层 结果就出现了对外投降 对内镇压 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高新阶层 我们中国会不会出现 这个对外投降 或者对内镇压的问题 那么这个后来 就是中央文件研究室 有一个研究员叫陈进 他就研究毛泽东的诗词的时候 就有一个发现 就是毛泽东 整个从59年 10月份写了 那个三篇斗报诗 这斗报诗就是 听到那个黑了小胡方美的 以后 他整个心态 陷入一种突围心态 他来解说这个突围心态的时候 就说 毛泽东 总认过一样 这个社会主义事业 也从此开始掉进那个 掉进那个地修反的重重包围之中 那么地修反这三国 我们很清楚 帝国主义 向来反正我们搞社会主义 那么反东派 也是不用讲的 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那么剩下的一部分 就是修的这一部分 按照毛泽东给出了这个社会 社会主义事就是高薪阶层 那么对到中国当时的那个社会结构来看 就是说高薪非常少 因为其他多数人都很贫穷 工人农民的收入都很低 那么就只有拿两国人是薪水比较高 一个就是高级智分 第二个就是那个 比较级别比较高的党分干部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他这个判断 已经判断是非常非常净 还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 掌握历史基因 他形态引导团 掌握那个行政主义的这两个聚人 将来是要变修的 黑洛小乌就是他们的榜样 而且黑洛小乌 其他的他们那个历史基因 或者社会基因 是有这样的代表 现在里面 那么这是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 完成以后 就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的大的工作 那么在1960年来说 在毛泽东那个主持 或亲自独策之下 就写了三篇文章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列宁主义万岁 就是说私人革命的 大路还对不对 就是说社会主义 这个建立以后 还要不要革命 我们是不是还是 已经是前民国家 前民党了 还要不要 像黑洛小乌提的 那个和平共取 和平竞争 和平过斗 是不是可以盖保 我们这个世界格局 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思想 就后来在中搜论战 一个九评里面 就得到更充分的表达 那么他 后来我们今天有很多 自由派里面 就认为 毛泽东之所以讲这个 来点滴黑洞小乌 观念之观念 他是毛泽东 有很强的这种领袖欲 要充当了全世界 共产主义议的领袖 为个人来争取更大的光荣 毛泽东有一句话 叫发扬革命传统 我们珍惜跟他光荣 那么我们自由派的学者 很多人就是这么解读的 我就给出一个不同的社会去解读 这种问题意识 主要是从我们自己国家内部来提出来的 而且就毛泽东 像毛泽东这样的人 你跟我们今天非常不一样 他是长期打仗出身 打仗出身的人 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什么 非常强烈的这种力量对比意识 我想毛泽东不会就说 不会独独到 看不清就说 他整个中国 这么贫穷和落后的中国 在世界上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力 能够有多大的 走之多少的力量 能够把整个收敛的趋势 给他扭转过了 而且说到底 从毛泽东整个后来的判断看 他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历史毕原 他一定要在收敛搞一场同背党车的 把收敛那个党收敛社会 扭转到那个社会主义正常轨道上 这个很难想象 所以只能判断什么呢 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共党内 有没有比较大的地震和问题 那么就是拿收敛 拿黑洛小夫当把子 来教育我们自己的党 自己的干部 自己的努力 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整个的这个中收论战过程 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认动里面 就是对社会主义怎么看 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怎么看 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动力量 依靠力量 然后走外力量怎么看的问题 那么从而也最后 就是得出一个这样的机能 社会主义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它要在什么地方努力 在什么地方来实现它的进步和突破 是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很多就超出了马恩他们当初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对未来社会所做的展望 但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 在内部结构中间 在内部政叛中间 在内部的人民和管理者中间 出现重大问题以后提出的那些新的概念 那么这个也构成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构成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 我们共产党人每一个高级低调人死了以后 都要加上一个帽子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并称不大一样的 这个人如果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序列中 没有占一个位置的话 他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那么每一次我们看到 不管这人真的是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 包括胡耀邦这样的同志 都加上胡耀邦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 最后变成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今天的解答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同志的一生中 并绝对精神是有观的 出现了绝对精神在中国的落实化的 那么这是一个很合适的评价 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子 那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评价 在雷次来这种最大会出现 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 昨天还有一个老同志 就是陈淑里跟我们讲 就是说他们后一种马克思主义 兴起来以后 实际上已经隔出了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较集 新版赤海 99年版赤海 就是毛泽东那些上 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条了 把这个帽子给取掉了 他们这样的取掉也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这就说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持马克思主义跟比马克思主义 是截然不同的 路差非常大 当然马克思本人也说过 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只要不把他作为一个绝对精神的代表 事后不复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谈论这个问题 实际上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对于曾经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制作而言 怎么判断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改进的那个空间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毛泽东他提出来第一步 就是说他已经判断 只要这个社会有一个高纤阶层 那么他们的利益跟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反的 而且跟整个社会制度的进步也是相反的 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 这是第一个判断 那么第二个判断就是1962年的时候 在八月四中全会上 这个当时我在小学的时候也学过 到今天还能备这一段毛泽东的语录 他是怎么说的 这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出笔的危险性 现在看起来就毛泽东说话的时候 跟我们今天的一个学者教授说话 非常不同的地方 他说的很隐晦 说的很客气 他没有说我们国家今晚有了个高纤阶层 高纤阶层别人要搞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别人要搞资本主义 他没这么说 他只说有一种可能性 而且他说不说阶级的时候 他都非常非常隐晦 而且他说之前还做了一点调查 叫做文革期限 叫做武汉的群众组织 出版了一个五传本的 毛泽东思想万岁 其中收了一篇文章 是1962年8月6号 他在白德河会议上的一个讲话 他在讲话之前 就是说他这次会议上 是第一次提议中国有阶级 有阶级斗争 他没有公开说 他先找一些大区许记了解 就是说问中国有没有阶级 这个毛泽东在这个讲话的 调查结果是这样 就是说有些人倾诉中国还有阶级 感到大吃一惊 这就是史莫尔书役以上的认识水平 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要在党内表述 存在阶级这个东西 存在有很大的隐晦 所以他一步一步讲 所以他在华业时中全会上 是怎么讲的呢 看老走中说的哪些 他找到老走中说了三个 第一个是列领说的 小生产没儿没食的都生产资本主义 这是第一个 反正老走中说的 第二个就是那个 马恩在那个各大当地里面说的 就是说这个暗脑分配还是资产业已发传 这是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斯拉林说的 这个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的斗争在党内的反应 那么讲了这三条 那么这三条 要根据我刚才的谱题 实际上都不代表毛泽东的正确看法 那么从后来的那个结果上看也是这样 到文革的时候 这个十六条出来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第一个 就批判资产阶级发动学术传闻 改革教育改革文艺 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界 那么他的对象 他阶级的对象 始终是指向那个社会的上层 跟农民要不要搞本杆没关系 跟旧的统治阶级使不要复辟 也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来 就是说毛泽东讲这个社会关系 这个社会分整 那个利益 不同阶层 对根据自己的利益 对不同的制度租去选择 这都是跟新的社会结构 跟新的那个基因阶层 和平民阶层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跟旧的那个 跟马克思那个生产资料占有的 看别的那个阶级 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 我们刚才就讲了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毛泽东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 已经建成以后 这个社会关系的调节 和制度的改进方面 奏力和动力的判断 那么这个东西始终是 对我们国家的上层 像一个紧箍咒一样 是受到所有人的那个共同反对 那么到了58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毛泽东讲的 两个劳动阶级 两个剥削阶级 那么两个劳动阶级 当然是工人和农民 两个剥削阶级 就是当时还有一些 拿进去的资本家 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就是说 到82年来以后 就是说 有人就说知识分子是 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 相互不成的社会分析的差别 那么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 这么讲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党史国史 只要赢的话 就还加这一个 这个加了这个 加了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这个党史国史新的里面 他加这一句子里面 他始终让知识分子进去 是毛泽东不承认你们的第一者的话 始终帮你们当做这个走力 当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负面影响在那 帮你们当做一个受尽体 受尖斗 要长期受批判受改造的这个地位上 你们要始终记住这一点 那么记住这一点 就可以做新的统一战线 当然是这样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没有大学生 能够自己就是工人阶级 实际上就是说 我自己也是大学毕业 要我大学毕业以后 再去当一个老老实实的企业工人 老实说自己是不愿意的 那大学教授当然更不是工人阶级的 那么从思想感情 从制度显摄 对政治的看法 经济的看法 那个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最大的一个差别 不是工人农民说的 因为工人农民发言 大家听不见 而是知识分子说的 知识分子长期批毛泽东 批个什么东西 他们是小龙平均主义 所以你看 毛泽东思想很低级 他老是跟农民的冤枉一致 农民要搞平均主义 所以毛泽东一当船 他在我们前国里搞平均主义 前国搞平均主义 当然工人农民他是愿意的 他本来是做底层 那知识分子会愿意吗 那么是这个问题 他们在反面上重生 一方面是重生 这个毛泽东的不对 控制毛泽东 一方面当然还有一个现实的政治后果 我们这些很夸的 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这些大力生 我们是有给毛泽东不同意利益的 大家记住 实际上是这个 有这样的政治润涵在里头 所以这个话怎么说都不厌 本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非常多的人 非常热衷引进西方的学术 引进西方的那种理论 那么按照西方的任何一种社会分成理论 大业教授跟工人跟我们这样的小龙 当然不是一个阶级 那么这不可能有任何疑问 但是其实是这样 我们大业教授这么有水平 但是它仍然千百遍的重复 就是说随随随说 知识分子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个里面就是说已经跟学术无关 我把它从学术里面区别出来是政治的 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 现成社会主义一个巨大的分歧 那么这个分歧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中国出现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在收敛呢 它实际上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斯大林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肯定这个 上层就是说知识分子和干部 对这个传递和第一刻章的要求 他还曾经讲过就是说 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样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的 这个核心的真正没有在收敛出现 而是出现在中国 那么在整个全球的左翼学术里面 大概我知道了 只有一个人 就是法国的贝克兰 他对收敛的那个阶级状况呢 做了一个分析 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这样 就是说 他我把这一段也念一下啊 就是说 所能产生的后果提出来 斯大林坚持到底的态度 是他明显超于党之上 并是一些观点 除了其社会主义以外 看起来是不是他自己的 其实这个观点 并不属于他个人 而是属于他的支持 这个观点 才显然是他自己的 而且由于他自己支持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 才显得特别助有传位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来 就是说 社会主义一个核心的争执 由于斯大林这样一个超强人物 他都不愿意反潮流提出来 因为提出来 非常有很大的风险 根据文革前 毛泽东自己的判断 就是说 这有可能要冒着这个 甩的粉碎 粉身碎骨 这么一种危险 而且就是说 他在66年4月1号 在天文城楼上 对那个 对那个王毅说 就是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 看起来就是 纯东还是欢迎的 很多人都来支持 但是走地到底有多少 多大 我们搞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 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 必须搞下去 要枪毙 我和你们一起去枪毙 我是这样讲 可能那个斯大林同志 是害怕枪毙的人 所以他这个问题 没有提出来 其实提出来也非常隐晦 所以这核心的政论 就也没有出来 因为斯大林很转 所以社会主义也没有出陈伯达 或者说 即使出来陈伯达 他也没有出现 我们后来的陈伯达 那一句话 顶一万准那种作用 那么到了八十年来以后 因为要搞非毛化 因为也就是说 毛泽东那种社会主义搞化 要不停地降低上层的 特别是当传的 那个上层的权利和利益 降低他们的地位 把他们放置在一个 受多数人监督 放在石墓手指 那种位置上 大家都是不愿意的 这个有高度的共识 那么这个共识 就体现在1981年 6月27号通过了 那个关于建国以来 路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念 那么这个 这个毛泽东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包括此前的 系列的程中任务 确实在我们整个社会上层 是不得人心的 那么反而来 把整个社会主义的任务 定为发展生产力的话 这就显然就符合这些人的需要 那么你既然要发展生产力 那技术很重要 那么知识分子的位置要提高 工资要加 原来是技术员要提升 提升那个工程师 工程师要提升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不仅在在位的时候 那个地位要上升 退休的工资要高几倍 那么这样 当然符合上层的利益 那么从此这个过程 也是我们国家 重新建立政治统一战线的过程 那么这个里面 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在80年代以后 这个党史国史习史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个人崇拜 或者说叫个人迷信 很多很多事情 都用这个概念来解释 但是这个概念本身 它的社会过程中 是怎么体现的 但是却没有 没有很好的仔细研究 到现在为止 我只收留到 唯一的一份 那个史诚研究报容 这个史诚研究 话不过 还有很大的欠缺 这是香港的一个 一个人叫陈佩煌 他在美国到博士的时候 他访谈了一些文革期间 逃港青年 他从这些青年 在自己被社会化的过程中 所受的政治顺陶 自己对政治的理解 在政治竞争场域中的表现 和构成策略 他把这些都解释出来了 那么这个我感觉到 因为我们当时博士里面 这么重头的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没有实际的研究 感到这是很大的欠缺 所以我花了一星期的空谱 就把这个本书 摘入了七万字出来 放在我们的 《无有之乡》网站上 也自己加了一个评论 因为今天我们不涉及这一块 但是跟我们话题 还是有观念 我就有心点同学下去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说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 他们整个上层都是不得已的 虽然知识分子掌握着 历史形态的实际工作的 机会和传递 但是他们也没有发挥正当的影响 反而是毛泽东这样一个人 他的错误思想 被非常多的人不正当的 不正确的信奉了 所以搞到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所以才会出现 就是他们看到这么重的一个概念 他没有任何的那种很深誉的研究 来解释他 出现这样一种很荒谬的局面 他本来就是说 像这么重大的 重头的概念 这么重头的社会现象 那当然应该投入一点力量 我们现在这个社科基金 每年都多少钱呢 都多少 以一位单位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项目 对当时国师里面 想要一次重大地位的这个概念 投一个项目进去 都没有 而且我估计永远也不会投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它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心态 就是说你们这么搞的东西 不是我们的本意 虽然我们当时也说了一些东西 也讲了一些东西 也传播这些东西 也做了二盘手 把这个东西从中央向地方传 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 而且也就是说 如果要他们自己承认 就是说自己好像原来当了吉女 或者是去卖了灵魂 他们也不愿意 那么这样就怎么解释 就是说那些愚民自弃 那些愚民呢 自弃很不恰当的 信服了错误的东西 跟我们没关系 那么这个里面呢 也反映了一种心态 就是说多少年自己感到吃亏 乱性没办法说 所以我找一个最恶劣的形式 来说这个事 那么从这个里面看来 就是说 整个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双方还是同意的 在一个政治和传逆和利益的 分配这个层面 整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矛盾就可以类比的地方 资本主义是资本家 占有生产资料 扎取工人的生育价值 核心问题是生育分配 那么社会主义的这个矛盾的 核心问题是 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 传逆和利益分配 那么在毛泽东看来还没有到位 还应该进一步缩小上层的传逆 还要搞缩小三大差别 还要搞城中任督 就让上层的传逆 取得多数人的监督和言封之下 那么上层已经认为 毛泽东倒极锁了 你把我们倒得这么苦 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这个马克思主义 是不是他们那么样的 但是即使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 那没有关系 陈本老同志讲了一句很好的话 我们要从这一句话说出发 让马克思讲的话 跟我们的让往和要求一致起来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基本上是这么来的 这里面有几个 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是多人生 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农村改革的时候 我们建立了一个正部级的机构 叫中央人生 农村政策研究室 那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省部级学者 这个清职级学者 其中一些清职级学者 名字我们都很熟悉 比方说陈希文 张小山 比方说像林一夫 现在上去 放上去了 还有那个周琦仁 都是这个机构的 副 那个清聚级研究员 那么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 这个机构 就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那个 任务是什么呢 它是两条 第一个就是像林一夫这些先生 他在美国自家留学 得到博士学位 他可以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来解释毛泽东搞的基础 但是我们都认识 这一种 不会 没学会 或者说毛泽东死的时候 他们开始要 说新的话的时候 年龄太大 学新的东西有困难 所以没有办法 他非要就是说 老马克思那一套来说 他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念一下 他说的那个斩钉截铁 不留余地 我们今天的这个 你看到一些教授写论文 就写的喊喊喊喊喊喊喊 好像这样也可以 那也可以 还留点空间 这个多日生同志 一点空间不留 他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原理 告诉我们 旧的生产关系 所容纳的生产力 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之前 这种生产关系 是绝不会灭亡的 同样新的生产关系 在他的物质 存在条件 未承受之前 是绝不会局限的 这个是他在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的 多人生文集 上级的第45页 还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一种旧的生产关系 在他所容纳的生产力 为充分发展之前 是绝不会自行消亡的 家庭经营也是这样 这个是在93页 他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叫做中国的城市改革 还是没有开始 对埋葬 毛史的旧制度的过程 还主要发生在农村 他要认证这个 埋葬旧制度的过程 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他没有新的 那个意识形态工具 他们有现在的 那种学习经历 也就是完全锁定的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那些文章 和剧作语言 所以他不得不 叫做捡起旧的东西 来说一些新的语言 国民党有个软达 叫吴智慧 他很痛恨 国民党里面 很多人很腐朽 很堕落 他说了一句话 那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 他怎么说的 老狗交不会心把戏 他说国民党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我们共产党里面 确实有很多人也碰到这种痛苦 变革的幅度很专利 但是要认证这个变革合理性的工具 很难学会 没有办法是要广开大门 招打闲才 这童年有一个就是原来 据说那个林毅夫博士在台湾曾经被国民党 许为十大反共救国英雄之一 某个年度的 这个抱着篮球游过来 那个厦门那个海湾过来的人 就很重要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生 大学教授 都还不会说新的东西 我访问过一个老教授 他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今天的大碗 像这个利林这样的先生 他还是怎么说话呢 基本上《人民日报》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看看 这面临了很大的暖难 这要广拉闲才 当然这样如果能够做到林毅夫博士这个角度 这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那种没有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解释的问题 那么在当时就是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必要 就是很多人 我记得到很多老同志在批判这个右派 或者说把他们称为资感派的时候 就说他们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偷换一些东西 那么还经常引用列列的一句话 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不都是他们的敌人 也不得不用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有这种语言 但实际上永远都会是这样 就无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 震动的还是反动的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他会什么 他肯定说什么 他有什么工具 他肯定还是用这个工具来修理机器 他不可能在他没有任何工具的时候 他这个机器就不修理 他这个弯就不转 那现实的政治有客切需要 那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在中国进行重新解释 那么这个重新解释 从今天事后看 主要是设计两部分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毛时代的旧体制式 意识形态主要两个部分走成 一个是毛泽东思想 这个在文革中间被线谈得非常高 很多人也接受了 那么毛泽东思想要重新变革 变革的结果就是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事求是 这是一种变革路向 那么另外一种变革路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发展生态力 那么这要在整个 他这个政治人物说话跟我们不一样 他有一个政治那个豁达性问题 比方说你说你是胡乃兰总理 谁认计你的 没有认计 那这个自从事不行的 那要被公安局拙起来 那么为了进行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可能是我们小便同志 尽力来深刻的反省 而且他的党内也非常熟悉 他这种发现一句话 叫什么那个陈巴达在那个 关于巴达政治报告的决议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 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样来就说 本来这个事也没错 确有这句话 但是小便同志觉得这句话要这样利用呢 还没有太大意义 你这个陈巴达说的东西怎么能有传位 那么那个小便同志就把他刻上印象说 这是我们八大代表我们八大领导集体的 那既然代表八大领导集体的 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套 就是说毛泽东对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解 就是说如果有上前阶级是妨碍社会主义的 下层阶级有可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 那么动力这个地位赋予下层阶级 那么走力这个地位被复作在上前阶级这个里面 那么你要搞这样的阶级斗争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 哎 刚刚好我发现你跟陈柏达同志说的 这句话是不对的 那么这样呢 就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毛泽东背离了八大领导集体 背离了八大的正确漏骗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样的走势上就有合法性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欠缠人物的出现 都是很多偶然造成的 陈柏达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根据四号他们的同事们回忆 就像邓丽全和胡乔默他们的回忆 当时只要康生一个人相应 而且就说毛流周术陈邓 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过目过 那个后来有些人呢 为了表示毛泽东这人个人品德特化 就说啊 这个毛泽东个人看不过 但是勉强同意了 这是胡乔默回忆的 那么那个陈柏达晚年 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以后 跟他儿子有一个说法 跟这个完全不同 这个陈柏达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当时把这个八大政治报告的 这个决议这句话加上去以后啊 他说已经是早上了 早上呢就是这一天已经是 叫说1956年9月27号 这一天呢就要讨论这个 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了 就是说没有没有办法 给毛主席看 因为毛主席的那个工作时间 是上午睡觉下午 下午才工作 但是下午就要开会 那么这个陈柏达高德范儿子说 毛泽东确实是对这个当场表示反对 他说在那个在这个会场上 逗到这一句的时候 毛马上就反应过来 就说这句话不好 这个陈柏达还告诉他 而是说这个是叶飞告诉他的 叶飞当时是那个福建省外书记 而且是那个八大的局棋坛成人 坐在那个毛主席的策后房 陈柏达交参一个自己的判断 认为这可能这应该是准确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05年的时候 中央文献出来一本书 就是一个刘征的人访问王光美 就是说在现场对这个表示不同意见 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另外一个人是谁 是收敛派参加中国八大的 那个代表团团长米高阳 这个王光美也加上自己的推理 他说收敛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那么米高阳有这个态度的话 那肯定是对我们的共产党有影响的 他就不说毛泽东本人的态度 和认识是什么样 他就推定米高阳这个态度 对后来毛泽东的态度转变是有主意的 那么当然写了很多传奇的故事 就说米高阳不是正式向中共提出这个批评和不同意见 而且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桌子上 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服务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负责精神 拿到一个额文字条车帮其上交 上交了以后 听到共产党高层人士判判属于米高阳的那个笔记 然后就判定这代表收空的态度 这当然是王王美的解释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讲一点这样的典故 就说明 就说陈克兰的那个画 能够对后来扩张成这样 确实完全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关系 而是满足了后来的这种需要 我们刚才也讲到 就说贝特兰就认为 那个斯拉林不够反潮了 因为得罪这么多上层的人士 这个是需要非常大勇气的 而且自己个人命任和牵头 趋于那个生死位置的状态 这是太大的风险 一般的人都不可能这样的反潮流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话的时候 都非常感谢有保持东这样一个 或者说个人专战也好 或者说专制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因为有这样一个特别敢反潮流的人 我们才能看到社会主义那个核心 对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解 和基本分歧是什么东西 那么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 或者统治集团 或者精英精神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他们对传利和利益的看法 以及如何消减他们的传利和利益 来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么一个分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确确实实 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比较信任 可以来讲这些事儿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每一个统治集团 每一个政党 它的那个在一个科充化的这种方式 从上到下的这样走织起来以后 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比较高层的人 跟比较低层的人利益是不一致的 它有自己独立的利益 而且它这个利益发生了很远的时候 它跟整个系统 跟整个走势 跟整个大众的目标 会走向相反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西方表现的也非常明显 就是说那个斯大林的那个胆怯也不是第一次 那么有一个人叫那个 罗伯特米歇尔斯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在1911年就出版了 叫《寡头统治铁语》 在那个 在这个 马克思和恩克斯逝世以后 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的工人人种 走织水平最高的就是德国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呢 他那个时候没有先 还没有宣布说 他要搞民主社会主义 跟资本主义的集头制度 表示兼容 还没有表示这个 即使在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米歇尔斯 他也是那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之一 他就看到党的领袖 比下面 就越来越不一致 那么这样就最后就变成了 这个走势变成了 那个寡头来决定 寡头的利益 寡头的选择 变成这个党领党的选择 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出发 就发现 就是说社会主义 好像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话 这许许多多的人都说过 就是说社会主义要成功的话 最后成功的 绝不是社会主义 它一定会造成一个软离 软离社会主义 基本影响 基本目标的 这个现实的制度 还有一个人叫布林顿 他提出一个 一个概念叫说 热热反动的 热热反动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革命之后一定会有 就是说对统治阶级 对强势集团的一个妥协 然后这个革命的不久的将来 就会变成一个反动的东西 当然它是对法国大革命来讲的 那么后来很多人就把它应用到 那个布尔斯维克革命 后来也有人像美国的麦斯纳 却应用了在中国革命来分析 童小西博士有一个基本的看法 我们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连收贡有什么不同的话 中国的那个反动 是分好几次完成的 他认为叫做第一次反动 是反右的科大化 反右的科大化实际上是 就是说整个官僚阶层 或者说共产党的干部群 你对批评意见的到复和打击 实际上是要 在这个管理系统里面 消灭批评的声音 消灭这个不同的意见 消灭对他们的那个既得利益 和地位的威胁因素 是这么个东西 那么后来第二次 他如果是文革初期的护士权 也是镇养一击 那么第三次就是 1976年以后 对整个招反派 对整个支持毛泽东的那些 这种干部的系统的侵散 所谓的那个 就是从76年抓捕圣王 一直到83年84年 七里三种人认识 这个以后他认为 中国革命呢 经过三次反弄以后 基本上就走回常规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 就是说 陈伯拉那句话的地位上升 也只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在公认史上 实际上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 进行那个生产力决定论的 这种解释 也不是第一次 在第二国际 也就是米歇尔斯说的 瓦头统治铁律 起着用的时候 第二国际已经在 在结底的先扬 那个经济决定论了 那么在收敛 实际上也是有 有收敛的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也是这个东西 那么马尔库斯对那个收敛的 马克思主义 也一个很强有听的批判 他如果收敛了马克思主义 就跟我刚才念的一样 是一种魔术式的 是一种咒语式的 这么一种马克思主义 他不认为收敛已经把马克思主义 应用了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 而是变成了肯定他们社会里面 一些船 一些地位 一个社会结构 为这个东西来辩护 所以马克思主义 实现这种需要 就变成了 彻底的那种经济决定 如果说仅仅是这样的话 还不能反映我们后层不当学派的最新成就 为生产利益决定论 还是讲生产关系和生产利益的关系 在这个系统来讲 我们的后层的学派一个最新发展 是在生产利益的前面加上发展 这样的字就非常重要 打个很简单 比方说 美国有个学生叫乌兰斯坦 他来评价资本主义的时候 他讲有三个特点 他一个是叫资本主义 一定要是万物商品化 如果所有的东西不能在市场上买和卖的话 那么他掌握的资本 能够调整的资源就很少 那么他发展就是不顺利的 在某一个环境上有可能中断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他是商品化 万物商品化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起始的市场条件 那么另外一个他就讲积累政治学 还讲一个作为鸦片的真理 他就政治经济文化都需要跟着生产力发展要求来变动 那么发展生产力比生产力标准要涵盖的广的多 那么最后变成一句什么样的话 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但是这样效率优先实际上就是资本积累优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成本的学派发展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说可以把资本 叫资成本的积累 作为最优先的营兽 跟发展生产力等同起来 然后通过发展生产力 把马克思说成是生产力决定的 那么从而可以跟马克思等同起来 既然可以这样等同马克思 那么就可以把马克思作为批判毛泽东的一个手段来任用 既然把毛泽东批刀了 那么毛泽东搞的这些东西是负面的错误的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调整过程就是非常有道理的 旧的东西就是没有道理 那么他经过这个四步以后 那么符合新的需要 这个马克思就开始开口 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 社会需要来辩护了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真正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本来我们以前也不敢说 但是他们自己现在说要放弃这个东西了 有一个金子林先生在杨花军校上发表文章说 我们要放弃这种子罗维马和马克思主义 既然他们要放弃了 那么就无关政治打局 是不是 也不会影响安定 也不会影响社会打方向 我们就可以今天在这里分析一下 所以我这种感想 对不对 就是把他当的一个问题提出来 接受大家的见 我今天要讲什么 好 谢谢 上午讲到是讲了这个话题 就是说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大于尽 或者说 为什么还有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就洋天战争以后 这一百多年来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人 人人都要搞大于尽 毛泽东自己追溯这个概念的原谅 是他追溯到盛东山那儿去的 他说是盛东山要搞大于尽 他不是的口号接过来的 我把这个概念呢 就进行一些 那个给他充实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 就是搞快速工业化 如果用快速工业化来讨论这个大于尽 那么第二个内涵就是我自己说的 叫做快速工业化战略 那么这是第二个内涵 还有一个内涵就是说 在这三年中 今天的调整政策 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政策和地方工业化政策 这个政策也是大于尽 那么我们看到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大于尽的概念定为 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话 这个概念实际上没有任何分析意义 因为这三年发生的东西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 而且第二方的那个正面的证据和负面的证据都非常鲜密 正面的证据最重要一条就是 在这三年时间里形成的众工业生产能力 基本上相当于155年期间三到五倍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这非常这当然要做正面文章可以无穷尽的 找人说话就是找统绩资料说话都可以 而且当时的人民日报也说过 就在60年开始有个通膽标题说 开门红满汤红红道 那就是以正面证据为基础写的文章 那么今天反过来就是说 像李瑞这些先生在讲大于尽三年的时候 他也不叫任何论证 就把高产卫星啊佛发风啊共产风啊 这些东西当作大于尽 他之所以不需要论证就可以 把这个作为大于尽的那个担名词 他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就是说他显得的大于尽概念就是指这三年 我否定这种概念 因为这种概念没有办法分析 这个做宣传工作的 要哪一天去当宣传部长 这个概念很合适 你要把它宣传成正面 我要大法试试 要把它宣传成负面 我要大法试试 这可以勇软的做批评文章或占有文章都可以 但是分析这种概念没有办法分析 那么剩下来就说有两个 一个就是快速工业化占有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五期间 实际上是从那个统一财经 和平一物价的时候 形成的那个国家 国家那个经济调配船 高度寄入于中央这个东西 那么大于尽实际上是对这个的一个反动 就是说在1950年3月3号的时候 我们通过了一个统一财经的决议 这个决议基本上就是把人财务 我们现在还有编制委员会 这个很多人批评就体 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得人心的制度之一 就是编制委员会 这个各个单位自己没有人事传 非要有上一级的那个领导集团的决定 你可以雇用多少个人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么这个编制委员会 从而开始就是1950年3月3号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平移股价 为了减少财政开支 为了减少增发货币 实现那个那个市场股价的稳定 采取了西南手段引起的 那么西南手段一个最主要的设想 就是把人财务分配传利 集中在中央 那么这个这个执行的几年以后 医务计划期间也有所调整 但是调整幅度不大 那么到55年56年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体系内部和共产党高层都有共识 像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周总理在讨论这个问题上也有主要一个例子 说这个工厂里面那个时候 一五计划期间建设的国营工厂都是超大规模的 就是这样的工厂里面 厂长有个什么样的传业 要花两百块钱的话自己又没有传利批 要到北京来找中央的部长批 那么他有一个部长特导媒 他找到那个工营部门口 他看见他认识不让他进去 他这事就一没办成 周总理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 就说我看了《光明日报》的报道以后 感到很同情很同情 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之前后来 我们知道就是说毛泽东后来 针对这个有一个很很重要的讲话 叫十大关系 要方向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就说要给地方政府 一些人财务的调配权力 让他们也来应对自己的发展一些工业项目 办一些工厂来安装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 从而也通过这样的方式 更快的把我们的工业化速度 推向前进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后一种那种大野进 大野进的内涵 这种内涵就是说中央向地方放船 地方也承担工业化 推进工业化的责任 那么这个放船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是就说开始是成人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 来起草这个放船的协议 这个决定 最后起草成功呢 是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关于财报体制改革 和关于工业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 这个决定呢是通过了那个 1957年11月份的那个中央 瓜地三中全会以后 然后在58年年初的人大通过以后 就开始加速执行 那么加速执行呢 我们的当时关系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就不点名都不点名 说有的机构哈打电话 独板限期把那个 那个企业下放给地方 原来的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 是这谁呢 大家特殊说今天非常清楚 就是成人同志办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 他办这个事儿 不是说他废作谁 而是整个共产党高层都有共识 把所有的传理 让企业一点传理没有 让地方政府一点传理没有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认识 但是这个决策过程呢 大家都不讲 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跟我们80年代以后 大量派上是一样的 就是各个地方 一直得到传理 一直得到人是调配船的时候 就奇剧的就是说 喷胀 喷胀的结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从1958年年底到1960年年底 这三年中间 就是说城市人口暴震 3170万 是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穷困 穷困的最大特点就是 人家的口量不是那么够 那么在这三年的喷胀 过程中就是说农民非常困难 城市的工人太多 国家争购的东西太多 那么这个工农关系 和城乡关系 受了非常大的挑战 这比解放前不一样 解放前那个进驻波动农民的时候 到了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还可以歼灭 那么这个城市人口 扩张到这么多的时候 这变成硬指标 当然那个三年困难时期 也压述过城市人口的公益 但是这种压述幅度非常小 跟农民遭受的这种困难 那个减产得了规模完全不能相称 所以这个又形成一个反向的公式 这个地方团的一用 用了以后 这个客战太厉害 这个要输出回来 那么这就从60年开始 61年62年 这个刘少奇和城仁 开始搞的这个三年调整时期 这个他们一砍了以后 这个又折成另外一个鸡蛋 就帮我们这个三年困难时期 虽然它不是很震荡 比方说像公社通过一平二调 办了一些小工业 他不管三年计统统砍掉 那么这砍掉了以后 这又造成非常大的浪费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 共产党高层呢 就是说那个重大分歧的 其重要的起点之一 就是说在一个分配 人财物这个资源都非常紧缺 都很难进行各方面平衡的情况下 就是说它一个方面的扩张 一个政策的执行 它很容易走到走到底 从而这样负面的那个 那个很大的那种状态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说 无论是赞成这个政策 还是反对这个政策的人 都有可能实现一百八十多大的转弯 后来毛泽东就说 有些人动了呼唾呼唾 就是指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58年这个搞两条腿走路 中央工业地方工业 就是说大工厂 现代化的大工厂体制 和小土层小康层 同时同时走路的时候 这个叫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走路这个是刘少奇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概括的 那么在这个困难时期 他们刘少奇和那个成人 举次调整的时候 刘少奇忘记了应该两条腿走路 成人从此忘记了 应该向地方放船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毛泽东对这两个人非常不满 是有道理的 你们本来已经产生了自己的认识 而且应该说也是正确的认识 但是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们就不能把这两点忠厚起来 就只放另外一个偏向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个很大的 很大的判断和基础 这是一个 这我说的是第二种那种大运进 就是说 让地方和和和和和和这个 企业有更多的传业来参与 那么第一种大运进 当然更加简单 就是快速工业化 是从50年代 又是至今80年代 从来没有变过 那么如果快速工业化 当着那个重工业优先 或者当着投资 这个比重增高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阶级上升 在老时代最高的投资率是58年43%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这个已经被超越了 06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国家的投资比例是 在国民山总值是51% 07年是到55%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记录 仅有可能被超越的 可能那种 下一个世界肌肉产生的 还会产生在中国 不会有其他的国家 那我要讲这么多话